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神品质保展 已是福岡县太宰府市的九州国立博物馆 这次有46件九州限定文物 包括了第一次在海外亮相的肉行石 九博形容这是奇迹展览 开幕的第一天就已经吸引了大批的日本贵客 要抢在公众开放日开始之前先赌为快 台北国立故宫的肉行石就这样呈现在日本民众的眼前 许多民众迫不及待细细品味 神品质保果然是敏不虚传 连旅渔棒球国手王真志都忍不住发出赞叹 为了让日本民众可以亲眼见证肉行石最令人赞叹的样子 九州国立博物馆特别在照明方面下了许多功夫 展场可以安排成暗房 LED灯的角度还要能凸显玉气本身的自然光泽 让肉行石看起来更是栩栩如生 另外书画展品的柜位与灯光也有讲究 玻璃厚度要控制在40公分内 才让参观者可近距离看出细节 这是日本民众第一次能够有机会 以历史脉络的方式观赏国立故宫最精致的110件文物 7号正式对外开放到11月30日只共展出51天 联合报助日特派记者雷光涵综合报道